苹果和华为在今天的发布会 一个是北京时间的凌晨 一个是北京时间的下午 相差大概是12个小时 那么双方之间究竟有哪些看点 苹果的发布会已经结束 我们来回顾并且总结一下 苹果的发布的iPhone16 它的优点和缺点 为大家公平的摆在桌面上 好好的对比一下 首先呢 iPhone16的亮相呢 外界此前就已经预期 其主打的核心功能 就是人工智能 就是AI 但是苹果发布会结束之后呢 它的AI 它的人工智能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好像还不够完善 它的中文版呢 你即便是现在买了iPhone16手机 也要等到明年 而且我们都知道呢 以这个苹果的产品的创新速度呀 说不定明年的何时何 你才能够更新呀 还不确定呢 那么这是它的AI的功能 苹果和华为的这场大战 当然也牵动着全球资本市场的关注 那么在北京时间周二凌晨一点钟 苹果手机的发布会 随着发布会的进程呢 我们看到苹果的股价也是起起伏伏 一度下跌 大跌超过2% 当然在收盘之前呢 苹果的股价又拉回来了 那么外界开始研究苹果的发布会 发现它的确发布了很多看似创新 但又创新不足的功能 比如说更换一个颜色 比如说加在手机侧面的一个啊 这个新的button 就是新的按钮 那么外界实在觉得一头雾水 这就是所谓的科技创新吗 但是仔细分析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 其实苹果发布会 本来以为只有一个看点 发现有两个看点 那么其一就是前面说的 人工智能还不完善 所以呢 市场一开始给出了一个 比较负面的一个看法 但是紧随其后 随着整个发布会结束之后的总结发现呢 苹果发布会也是有亮点的 我们既然对比啊 就要把华为的功能 苹果的功能 发布会的方方面面 摆在桌面上 我们公平的来说 那么苹果的发布会 最大的亮点呢 就是发布了四颗全新的芯片 尤其是世界上 目前来说 性能最为强劲的 三纳米的人工智能芯片 这是苹果这次发布会 最大的亮点 当然你也可以说 这个芯片本身是台积电生产的 苹果并不具备芯片生产能力 你也可以说 如果华为可以拿到台积电的代工 那么华为呢 当然也能够做出非常强劲的芯片 此话不假 但我们就眼下的现实而言呢 那么各种因素之下 苹果现如今的发布会亮点 竟然从所谓的人工智能 又把焦点拉到了芯片上面来 那么这一点呢 外界此前确实没有预期到 我们等一下呢 也会做详细的说明 当然今天下午两点半 华为的发布会呢 外界此前所盛传的焦点 就是华为的三折叠屏手机 按照余晨东的说法 叫做最具引领性 最具创新性 最具颠覆性的产品 但是华为会不会在发布会上 也给我们带来惊喜呢 比如说刘德华在宣传片当中 最后说321Action 就是那个比较过去的那种 那个电影机啊 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个场景 那么有分析认为 有可能华为会带来 非常震撼的所谓交互式 空间投影技术 那么这个如果能够实现呢 那绝对是把科幻带入现实 当然这是一些说法 我这里呢也只是拿出来 供大家参考啊 真实情况如何 当然还是要以华为的发布会为准 那么我们还是简单总结一下 苹果在凌晨已经结束的发布会 它所带来的一些信息 先大概为大家做一些梳理 然后我们再来深入的 就它的核心的芯片 AI和华为的一些产品功能 做深入的说明 首先呢华为这个苹果公司 在凌晨带来了四款手机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啊 跟过去一样 iPhone16 iPhone16 Plus 这是相对低阶版本的 那么一个屏幕大一点 一个屏幕小一点 Plus 对不对 那么iPhone16 Pro 性能呢是不错 但屏幕略小 那么和iPhone16 Pro Max 这个呢是性能最强劲 也是屏幕最大 端看各位朋友呢 喜欢大屏还是小屏 所以苹果公司呢 从这个小屏的iPhone16 到大屏的iPhone16 Plus 到小屏的iPhone16 Pro 但这个性能是高一点 再到最大屏幕的 最高性能的iPhone16 Pro Max 那么它的主要的升级点 目前整个市场认为呢 就是它的芯片 那这是主要的升级点 等一下我会介绍 苹果公司打造的第二个 核心的护城河 那么第一个护城河 就是它的操作系统iOS 那么如今呢 苹果公司全力以赴 打造的第二护城河 就是它的芯片呢 看起来还真的 有那么一点效果 好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升级点呢 就是在它的右侧 多了一个拍照控制的按键 那么这个按键本身呢 是硬件层面的一个 很大的改变 但是实际上呢 真正有多大用途呢 端看各位朋友未来 在交互实验过程当中呢 你究竟喜不喜欢 因为很多朋友都已经习惯了 用虚拟键盘的拍照按钮 就是那个摄像机啊 照相机打开之后 所有的手机都是中间的 那个位置呢 有一个拍照的按钮 对吧 它现在呢 苹果把它放到上面去 有一个实际的物理按键 我觉得呢 这也算是一个小的创新吧 但是不足以说 所谓的什么科技 黑科技 这也谈不上 那么定价方面呢 也是坊间所热议的 就是苹果公司 为了充销量 为了所谓的构建起新的换机潮呢 直接把这四款升级的iPhone16的定价 和iPhone15定价的时候呢 价格完全一致 从最低的5999元 到最高的13999元 同样呢 也是在本周五开始预定 下周五呢 开始发货 那么这个本身呢 我看到一些评论认为呢 从定价上来说 和它升级的功能来说呢 尤其是芯片和内存的升级功能来说呢 应该说定价是比外界此前所预期的呢 是要这个 就是外界可能以为会涨价 但是呢 它并没有涨价 和iPhone15一样 当然这次发布会 除了前面所说的手机之外呢 苹果还发布了iPods第四款 那么主要呢 是分为普通款和主动降噪两款 以及Apple Watch这个手表 那么另外呢 它的新款的iPad mini和Mac mini呢 估计要到十月份的时候呢 才能够发布 这个是它大概的发布的情况 那么说完了它的发布会 产品的大概情况之后呢 我们也都知道了 实际上所谓的这个新功能呀 这个寥寥无几啊 主要的升级呢 就是它的最核心的芯片 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一些专业的 科技评论认为呢 苹果深夜的发布会 其实主要的最重要的 最重磅的就是这四颗芯片 最强三纳米处理器的问世 还有呢 它的这个iPhone16 在最便宜的最低端的版本上面呢 它也升级了最新的这个处理器 和它的内存 那么这个芯片在硬件层面的升级 说句实在话呢 苹果公司是给足诚意的 我们如果是公平的来评论的话 我们必须摆在桌面上 有意说意 否则对我们的这个粉丝呀 也是不负责任 对吧 我咱总不能说中国的科技产品 永远都是最牛掰的 对吧 苹果一无是出 这个是不对的 苹果创新不足 这个动不动换个颜色 动不动可以什么充值 动不动就是什么 一些小的创新 这个是不行的 那这个是此前诟病良久的 尤其是其5G基带芯片 到现在研发不出来 只能使用高通的 它的AI功能 只能使用Sora 这个这个OpenAI的Tilgbt 那么这些呢是诟病已久 但是公平的说 这一次发布黑帐面 苹果发布新一代的旗舰手机芯片 A18和A18Pro 尤其是具备仿生功能的芯片 以及它的智能手表芯片 S10 SIP和耳机芯片H2 那么在芯片的硬件的这个体系的搭建上 和构建上呢 苹果对消费者来说呢 那么是给足诚意的 就是说在芯片设计上面 那么芯片的产品方面呢 那么这个是有竞争力的啊 它创新不足的地方 我们要指出来 它有创新的地方呢 你也不能够视而不见 你也不能够把别人说的一无是处 这个我们公平来说 那么如果说去年发布的 苹果A17的仿生芯片 一大看点在于全球首款的3nm芯片的话 那么今年的A18的仿生芯片呢 无论在性能 还是它的计算的这个实力 我们等一下会说具体的数据啊 那么各方面呢 它决绝对对的是一次重磅的升级 A18苹果的仿生芯片 尤其是把整个人工智能 对于算力的需求完全考虑进去 因此呢 与其说苹果手机iPhone16 在人工智能的软件啊 使用体验上呢 它现如今的什么啊 引发市场的换机潮等等之类的 我认为这并目前并不存在 因为它的中文版呀 西班牙语版呀 什么日语版呀 都需要很长时间之后啊 很多说到明年才能够升级 那么当下肯定不是主角 而最大的绝对主角 就是人工智能算力芯片这方面呢 那么的的确确做了很大的创新 苹果推出iPhone16手机当中 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 第一款的原生AI手机 因为在硬件层面必须做到 否则你的AI呢 都是软件模拟的 那么坦白的说呢 性能上呢 是有所缺陷的 那么苹果第一次推出一系列 以所谓Apple Intelligence 就是苹果智能 苹果AI为中心的 全新的生成式AI功能 那么首先打造的就是芯片层级 要能够做得到这样的算力支持 而A18的这一系列的仿生芯片呢 对于苹果手机的本地的支持运行 那么这些功能的发挥呢 它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按照苹果的工程师团队的副总裁的介绍呢 Apple Intelligence 它需要算力超强的芯片 否则呢 它的人工智能啊 这个跑不起来 或者叫做它的机器学习的效能呢 达不到 那么要求芯片不仅能够容纳 而且要能够快速的进行各种大模型的内存和宽带的运算 还需要具备非常高的能效 这个能效我此前介绍过 人工智能到最后比拼的是电力 这里说起来很多朋友会云里雾里 对吧 人工智能怎么又扯到电力上去了 人工智能不应该是算力吗 但是大家可能不了解 算力的背后就是电力 所以在现如今的新能源时代的话 传统能源即将枯竭的时刻 那么其背后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提供非常高效的能源管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能效 能效 我们家里面的冰箱洗衣机电器 大家看一看都能看到它的能效等级等等之类的 所以能效在未来的智能产品终端呢 将会越来越重要 这一点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iPhone16这次标准版本所搭载的A18芯片 以及iPhone16 Pro Pro Max 它的旗舰机型搭载的A18 Pro仿生芯片呢 那么无论是A18还是A18 Pro的仿生芯片 那么它都是采用了全球第一批的二代三纳米工艺 这个呢是实现它高性能计算的高能效管理的一个技术基础 第二代的三纳米工艺 不要问来自哪里 固然就是来自台积电 它的晶体管体积更小 速度更快 那么它的能效呢 当然更高 那么另外很多朋友会说到了 这个苹果的新的芯片 最强三纳米 那么它使用台积电代工 那么请问它的指令级使用的是自己的还是哪里的呢 如果能问出这种问题呢 肯定是比较专业的 那很清楚的 那么根据发布会的介绍 它的这个指令级采用的是最新的ARM9的架构 那ARM9的指令级 那么这个呢 当然是和这个ARM公司合作了 ARM公司大家可能都知道 以前是英国的一家 这个啊 做这个芯片IP的公司 当然后来软银呢 把它收购啊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那么此前中国大陆的大多数的芯片设计 也包括华为海思的麒麟芯片设计呢 使用的也都是ARM的指令级架构 当然现如今呢 这个开源的指令级架构也比较多了 比如说RESC-5 由于ARM指令级架构呢 咱们也非常担心 对吧 这个老美制裁啊 限制啊 各种稿 那么于是乎呢 在芯片指令级呢 我们现在大力支持RESC-5开源指令级 这个呢 说来话长 大家如果想了解呢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主播 以后呢 我专门做一期关于指令级的这个介绍 这个是芯片的IP 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 苹果的A18 A18 Pro 配备了六核的CPU 两个性能核心 和四个能效核心 另外呢 还为运行大模型 深层式AI模型的优化 所构建的16核的神经网络引擎 所以呢 如果我们大概了解整个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呢 你必须要知道 在CPU GPU这些底层算力芯片的构建上呢 它对于你完善一个强大的人工智能的体系呢 其实是极其重要的 所以我们才会说 看热闹是看表面啊 手机打开有哪些功能 但是呢 看门道是要看它的这些功能 它背后所实现的科技啊 究竟用了哪些最底层的这个啊 硬件 那么这两款芯片 A18和A18 Pro 也分别都升级了它的内存整死系统 大家可能不了解 如果你稍微关注英伟达的 它的这个发布会呢 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 英伟达的芯片呢 它现如今啊 它都是CPU啊 GPU和这个啊 内存芯片呢 是形成一个芯片模组 为了就是所谓的高性能计算 而这一次苹果所搭载的A18 A18 Pro 也这两款非常强劲的芯片 也升级了它的内存子系统 把内存的总带宽增加17% 为了高性能计算的时候呢 数据的传输 那么这样的一个性能提升呢 创下了iPhone的历来之最 通过和Apple Intelligence的协同设计呢 能够让苹果的A18系列的芯片 更快更高效的执行 生成式的AI大模型 按照这个苹果的啊 技术副总裁的说法呢 A18 Pro这个CPU是当今 智能手机层面里面最快的CPU 那么拥有比A18更大的缓存 能够处理更加复杂的任务 以及最重要的是会更加的省电 它内置新一代的机器学习加速器 能够帮助驱动Apple Intelligence 啊这个呢我们啊这个为大家呢 要做一些相关的介绍 那么未来呢我们都能够了解 那么苹果手机它如果在AI方面有所表现 在软件升级之后 如果在性能方面有所表现呢 要知道这些重要的原因来自哪里 那为什么它的算力水平能够有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我觉得呢除了看热闹我们也要看看门道 那么我们前面说了 A18 Pro是当今智能手机当中最快的CPU 那么它的算力达到多少呢 它的算力达到了35TUPS 啊这个水平呢是非常高的 A18 Pro仿生芯片 它前面说了有16个16核的神经网络引擎 每秒可以进行多少次计算呢 每秒可以进行35万亿次的操作 啊这个啊应该说在手机方面 搭载如此快速的人工智能的算力呢 是相当的强劲啊相当强劲 那么未来的话呃想要达到这样水平的这个CPU呢 其实放眼全世界能够做到这个水平呢 也确实不多 那么苹果公司虽然在基带芯片方面始终没有功课 那么华为在五年之前就已经搞定了5G基带芯片 但苹果到现在研发不出来 最核心的原因呢是苹果公司 它在通信的专利基础知识方面呢 储备不足啊 我们知道基带芯片主要呢就是通信功能啊 所以外界才会诟病苹果手机的信号呀等等 这个体现出苹果呢 整个团队在通信方面的啊储备是有限的 但是呢在这个CPU的储备方面 其M系列的芯片 A系列的芯片呢确确实实表现比较亮眼 我们有意说意啊 那么这一次苹果升级它的内存子系统呢 配合A18 Pro更快的六核GPU 优化了整个芯片的图形性能 它的GPU的速度最高 比A17 Pro的时候呢提高了20% 那么可以说对3A游戏方面的畅玩呢就会更为轻松 大家提到3A游戏就想到最近的黑神话悟空 对吧 那么它要求什么呀 我们的这个显卡 我们的图形加速器呢要非常强大 所以我们看到黑神话悟空上市之后呢 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都去怎么样 更新自己电脑的显卡 不然玩的不够爽 对吧 画面不够精致 而这一次我们看到苹果的发布会 它所发布的芯片呢 直接谈到了能够在3A的游戏当中呢 可以流畅的体验 那么GPU架构新的增强功能 可以使硬件加速光线追踪性能 最高提升到A17 Pro时代的两倍之多 那这个性能的提升呢 也着实比较惊艳 A18的Pro的六核的CPU 两个性能核心和四个能效核心 那么这个相比A17 Pro呢 是提速15% 但是呢 却省电20% 那么这些啊 种种的性能 我们为各位朋友介绍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 这一次苹果发布会 它发布了什么 最核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表面上所看到的 什么换个颜色等等之类的 那些呢 当然是它此前所宣布的一些点 但是呢 它最核心的护城河呢 其实是苹果所发布的芯片 这一点在此前呢 真的是啊 外界关注点过少 那么我们作为专业的这个科技频道呢 必须为大家点出 不能只看热闹 要看到门道 现如今苹果的CPU 这个很 它的这个速度呢 实际上甚至超越了很多的电脑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PC 那么整个机器学习的性能呢 也得到了快速的提升 那么在整个的CPU的能效 超过当年的A16的仿生芯片呢 这个这个幅度呢 更增加的更多 那么比iPhone15的A16的芯片呢 GPU呢 是快了40%啊 等等之类的 那么这个性能呢 就不过多的介绍 反正总归 它整体的这个性能表现 整体的发布会的亮点核心 就在于芯片上 那么除了前面所说的 它的A18 A18 Pro 那么苹果还有两款芯片 主要呢 是支持它的手表的芯片 S10和它的耳机的芯片 H2 那么这两款芯片呢 最核心的升级是 降噪效果呢 能得到更强的体现 那么这里呢 我们不过多的介绍 大家可能还是最关心 是它的手机的这个芯片 那么不管怎样吧 我们对于苹果发布会 最核心的芯片呢 我们做一点总结 那么就是苹果手机的性能呢 真的是登顶了 那么这一次苹果手机iPhone16 特别是A18 Pro 在人工智能方面 所花的心思 所做的这些布局呢 可以说甚至干过了 苹果Mac电脑M4的电脑芯片 你说说 是不是让外界非常的惊艳呢 那么在用户普遍 关注苹果手机耳机 手表一些新的功能设计的时刻 比如说前面所说的 增加了一个button 换了一些颜色 等等之类的 那么软件方面呢 增加了一些用户体验的交互感觉 还有做了一些升级之外呢 那么其实苹果在全面的升级 它背后的各类型的芯片 这次发布会推出四款芯片 全面升级 尤其包括最强劲的人工智能芯片 应该说很清楚的 看门道 不要看热闹 给出大家最终的决定 结论 那就是苹果公司正在它全系产品当中 来构建出它的最核心的全新护城盒 就是全系苹果芯片 这一点呢 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之前所有朋友都会说 苹果手机 反正其他创新不足 但总的嘛 这个iOS的操作系统还算丝滑 所以iOS操作系统是苹果的一个护城盒 此话不虚 但是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 苹果在构建的第二个护城盒 就是它非常强劲的全系的芯片的 这个构建 这一点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到 我们线上有300多位朋友在线 只有一百个朋友点赞 请大家点击视频下方左侧的 白色大拇指按钮 给主播点点赞 这样可以有更多的推流 那么也请大家留言 打赏 donate 帮助我们把节目做得更好 那么经过多年的研发呢 苹果公司在自研CPU 自研GPU 芯片方面呢 已经是业界比较公认的 在移动芯片方面呢 是一个强大的存在 这一点呢 不可忽视 不可小看 苹果公司在芯片层面的设计水准和性能呢 也得到了许多公开基准测试的最终检验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热潮 搅起了科技业的变革呢 苹果正在全力以赴的发展芯片 而高通公司也在全力以赴的追击 顶级的移动芯片的性能 因此业界更加期待 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的压力之下 苹果的新一代的芯片呢 能够给出一个漂亮的答案 当然我们必须要说 苹果和高通能够在芯片方面突飞猛进 包括英伟达最重要的因素 还是它拥有全球的芯片半导体供应链 这一点是我们所缺乏的 不得不说 过去长期以来的这种积累呢 包括我们所说的光刻机 荷兰的阿斯美亚 包括我们所说的台积电 对吧 它的这个先进的制程 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全球芯片供应链体系 是构成高通与苹果公司 能够取得芯片方面如此大进展的核心因素 我们呢只能够说 中国的这个各种科技进步呢 我们也不能总指望华为一家公司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芯片供应链呢 能够快速的发展 那么否则呢 华为在芯片方面呢 确实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但是呢 我们放眼全球 还要在真实的平台之上呢 来做正面的PK 从目前的发布会来看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的AI呢 所谓的软件层面是有不足的 但硬件层面 A18和A18 Pro芯片 退居打辅助的配角 那么参数配置比往年披露的更为简陆 两款芯片的实际性能表现 当然后续还要看实际的跑分情况 包括啊 他会不会发热呀 等等之类的 那么此前所传言的 A18 Pro 它的神经网络引擎性能超过苹果的 M4电脑芯片 CPU评论 频率也相较上一代略为提升 那么究竟怎么样呢 我们上市之后 看各位玩家的反馈 明年据说 iPhone呢 将会推出A19系列的仿生芯片 而且仿间传言 可能会采取两纳米的制程工艺 将会进一步的提高它的总体性能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要看到 苹果手机创新不足 在各种通信领域 它的确有其不足之数 包括前面所说的 5G基带芯片 卫星通话功能 对吧 包括我们所说的折叠手机 更不要说三折叠手机 这些是苹果的创新不足 但是苹果也有其创新之处 这一点很重要 那么说到AI 必然我们要分硬件和软件 苹果前面所介绍了半天 对吧 四款芯片 最强三纳米芯片的推出 但是苹果在AI芯片方面的优势 并没有掩盖住 它在AI软件方面的 磨磨叽叽 创新不足 这个我们也要持平而论 我们看到 苹果的App Intelligence 苹果AI呢 它的中文版呢 要到明年才上线 换言之 即便是我们的消费者 现如今买入了苹果的AI 可是啊 苹果的iPhone16手机 但是 这个外界大肆渲染的 Apple AI的功能呢 苹果AI呢 实际上目前还在测试当中 未来呢 是需要通过软件更新 才能够啊 才能够实现 它的一些AI的功能 所以啊 应该说在软件层面 它的准备是不足的 啊 这个呢 是上不完善 我们也不能够说 它是有问题吧 反正不管怎样 消费者愿意等 那也无所谓 对吧 但是呢 一个产品都已经上市了 对吧 然后消费者都已经 被你AI功能啊 说的这个花里胡哨的 反正呀 说了这么久了 结果你买到手机之后 它最新的AI的各种功能呢 还在测试当中 还没有上市 这说起来呢 多少有些尴尬 那么Apple Intelligence呢 它首先是以英语 作为它的基础测试版本 那么在今年的12月份 会推出本地化的英语的 AI的一些功能 那么中文版本 法语 日语 西班牙语 等其他语种呢 在明年会陆续推出 那么届时国行版本的AI呢 能够体验到 苹果的一些AI的功能 但是呢 这里面也是被阉割之后的 因为很简单 请问我们可以使用 切的GPT吗 请问我们可以使用Sora吗 请问我们可以使用 OpenAI吗 如果用不了 苹果公司此前大力渲染的 和OpenAI的合作 切的GPT的合作 那么我们中国的众多 国行版本的iPhone 那要怎么办呢 当然 坊间有传言说 那么苹果会和百度公司合作 推出中国版本的AI的功能 但是在效果方面究竟怎么样呢 是不是会闹出此前 360手表的那些笑话呢 对不对 反正呀 真的是 这个现在的这个世界呢 科技正在分为两大阵营 或者叫做一大阵营 一大国家 反正呀 大家各玩各的 这堵高墙是越来越高 反正不管怎样 我们且看届时会推出的国行版本的AI 和国际版本的AI 它到底是有哪些功能的差距 我相信这个差距呀 还是不小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时间也并没有给出来 虽然说明年推出 对吧 那么明年1月份也算明年 明年12月份也算明年 如果我买了一个iPhone16 这个渲染的很强大 这个又有什么AI芯片 有这个那个的 对不对 结果没有AI的功能 那我要这个芯片装在里面 是买来搓热闹的吗 是不是 那么明年 如果等到了明年9月份 10月份 等iPhone17都发布的时候 你告诉我 如果你的AI的功能还没发布 那不是搞笑的吗 对吧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里面呀 变数很多 所以我说它的AI功能 并不完善 那么很多方面呢 设计呢 实际上还是还是这个 还在测试当中 结果就以它主打的AI功能 大肆渲染 成为它的主要卖点 我认为苹果这么做呢 你至少我个人的观点吧 我觉得不是很妥当 除非呢你上市之后 很快就能够向全球的iPhone16的用户呢 推送AI的更新 那么这个呢 倒且好说 如果说你等待 比如说啊 一个季度两个季度 甚至半年一年以上的话 这个实在是就有点太夸张了 甚至我认为都有点涉嫌虚假宣传 对吧 你说有的功能 短时间之内又没有 别人都已经买来了 新一代的iPhone 如果都差不多发布了 那岂不是很尴尬 Apple Intelligence 最初是在WWDC2024年亮相的 那么当时的说法呢 是非常非常强大 但是如今看来呢 还需要再等一等 好比说 美国著名的财经记者 是美国彭博社 长期跟踪苹果的 报道苹果的记者 叫做马克郭尔曼 他最近呢 就为苹果泼了一盆冷水 他说iPhone16 外观上设计变化不大 那么各种所期待的AI功能呢 短时间之内又推不出来 那么虽然有所谓的 最强劲的 最新的这个三纳米的芯片 但是芯片归芯片 又不能当饭吃 这当然是诙谐的说法 那么他最终是要在一些功能上面 体现出来才行 对吧 可是你的AI功能呢 又体现不出来 那么要等到 这个iPhone17 可能才能够比较完善 这是来自于彭博社的科技记者 古尔曼的这个说法 他尤其谈到了 对苹果AI的三个担忧 其一呢 就是Apple Intelligence呢 不够完善 初始版本内容当中 缺少非常多的AI功能 另外一方面呢 在其他地区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中国的AI 你到底要怎么办 还没有一个说法 对吧 你用GDP你用不了 那么百度的呢 你怎么接 接入进去之后 对吧 要不要测试 有哪些问题 那么其他国家的 特别欧洲地区的 意大利语 法国语 西班牙语 德语 瑞典语 欧洲地区 那语言可多了 反正一个一个测吧 慢慢测吧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了 根据古尔曼这位记者的说法呢 苹果的AI 说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但实际上 为你的手机使用体验 究竟能够带来哪些帮助呢 现在也是云里物里 也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现在坊间的各种说法 那么针对苹果公司的 这次发布会呢 那么可以说是 好坏消息都有 当然不能说毁于参半了 那好消息呢 就是芯片的确很强劲 性能强大 至今发布会给的参数 是这么说的 那么但是呢 在AI的功能上呢 很不完善 那么这一点呢 且看后续苹果的表现 那么至于华为呢 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 它的三折叠屏手机 已经有三百多万人预定 可以说是相当的强劲 而华为的三折叠屏 是不是会掀起 手机形态的一场革命 这是外界所关注的焦点 如果真能够掀得起来 即便是售价两万元的华为三折叠屏手机呢 在市场上依旧让大家这么的去分抢 这已经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当下主流的智能手机厂商 基本完成了折叠屏手机产品线的布局和迭代 那么未来如果折叠屏成为手机发展的主要形态 主要概念 那么苹果手机所重压的 它的这个 这个AI的 那么实际上是不是能够引领市场呢 还是说具有AI功能的折叠屏手机 才能够引领市场呢 其实这已经成为中美两国在手机形态 未来的一场大战